徐子柒生第五胎公公豪赏十亿,郭晶晶生第三胎公公回应八个字。 有的女星会想方设法地将自己变成豪门,有的女星,则会想方设法地嫁入豪门,似乎只有嫁入豪门之后,才算是找到了真正的依靠。 当然,从灰姑娘飞上枝头做凤凰的人不少,千亿媳妇徐子柒是一个,嫁入香港豪门的前世界冠军郭晶晶也是一个。 只不过同样是嫁入豪门,似乎两人在豪门中所受到的待遇,就不是那么一致了。 当然,女星嫁入豪门,最佳地巩固自己地位的方式不是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,也不是去讨好自己的公婆,而是为家族生子天丁,就如吴佩慈。 虽然没有结婚,但是却用三个孩子稳住了季晓波,稳固了自己季太太的名分,梁洛诗,虽然已经与李泽凯分手,但是有三个孩子在,自己的下半辈子也是不用发愁的。 再看看香港有千亿媳妇之称的徐子琪,也是一个典型的用孩子讨好公公的例子,自从嫁给了李造基的二公子李嘉诚之后,徐子琪与老公就一直忙着嫂人,到现在,已经生了四胎了。 当然,重视子四的公公也表示相当的高兴,徐子琪每生一个孩子,就会得到来自公公的上页的奖金。 据悉,生完四胎的徐子琪还嫌不够,还想继续拼第五胎,听到尔席有如此的豪言壮志,公公李造基也是相当的高兴,当即就表示,如果真的生下第五胎,奖金也会升级到十亿元。 不过也难怪徐子琪这么忘了地帮李嘉诚成孩子了,据传,虽然李嘉诚只是李造基的二公子,但是因为给李造基生下了四个孙子,也得到了李造基的重用,现在李嘉诚在老爸心中的位置可比哥哥高出不少。 而加入香港豪门的还有一位,就是咱们国家的潜票水世界冠军郭晶晶了。 他和老公霍奇刚结婚之后也有了自己的孩子,去年还生了第二胎,因为郭晶晶此前是国家运动员,曾经受过高强度的训练,因此,生孩子之后的恢复时间也会比较长,两个孩子之间也隔了比较长的时间。 老公霍奇刚因为害怕郭晶晶的身体受不了,反对继续生孩子,霍奇刚说,有有女,凑成一个好字就够了。